马路中央燃烧的轮胎冒出浓浓黑烟 后面还有大量路障以及不断叫嚣的抗疫民众 加油站商店通通遭到打劫警报声大作 到处是玻璃碎片街道上一片混乱 建筑也起火燃烧 这是法国大洋洲属地新克里多尼亚岛的首都努美阿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浓烟直窜天际 因为当地发生三十多年来最严重暴动 这起暴动起因于修宪案将立法允许当地居住十年以上的法国居民拥有投票权 引起独派原住民卡纳克人反弹 法国已经叫派宪兵队前往并关闭当地机场与学校首都实施宵禁 负责维安的安全部队车辆遭到开枪集中火 80多人被逮捕 新克里多尼亚岛是法国在印太地区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属地 当地选举人名单已经25年未更新 导致五分之一的居民没有投票权 这也是这次要推动收线的主要原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